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游祥婷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台北市政府举办年度亲子日 邀请市府员工带家属上班 不过市长柯文哲父母都在新竹 夫人陈佩琪也要上班 亲子日只能自己过 新美市时定千岛湖鳄鱼岛 深受登山客喜爱 但山路难走景点也有限 市议员陈永福争取设置步道 串联周边景点 饱兰水库美景 长市政基金会设立小型作业所 已经帮助数万名藏宝宝找到工作 艺人施衣男也拍摄宣传广告 套招知己跑宝宝就业率培训计划 台北市政府举办年度亲子日活动 邀请市府员工带着家属来上班 希望让家属熟悉员工的职场环境 只是市长柯文哲的父母都在新竹 夫人陈佩琪也要上班 亲子日只能自己过 幼儿园小朋友用活泼可爱的开场表演 为北市府员工亲子日活动揭开序幕 今年共有164个家庭报名 312名员工和亲属出席 比去年增加100多人 以前我跟陈佩琪都在台大院上班 这个因为两个人一起值班 所以我在工作他都不会 有时候比较晚回家干什么 他都不会问太多 因为他很熟悉你的工作 如果我们的眷属 对我们同仁的工作 有更多的了解 一定会了解你说 你们在工作上有很多的辛苦 会给予更多的心理支持 为了增进员工家庭感情 北市府每年都会举办亲子日活动 希望让家属熟悉员工的职场环境 只是夫人陈佩琪要上班 父母亲又都在新竹 市府亲子日 柯文哲只能自己过 我爸妈在新竹比较麻烦 那个陈佩琪要上班了 小孩子是上高中以后 再也不理你了 而且你跟他不是都会 去过吗 没有啦 他在新竹我没有特别找 各局处同仁依序上台 与柯P雄赞拍照留念 儿女的笑容 也舒缓平日工作的辛劳 北市府希望透过亲子日活动 促进家庭和谐 让员工重新充电 继续为市民服务 凯博大台北社会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导 急助列患者不仅行动不便 无法自主大小便 更容易并发多重疾病 为了帮助这群生命斗士 新北市社会局 特别媒合新北市爱心会 等多个公益团体 共同捐赠80万元 而新闻局也将协助拍摄 公益短片 让大众了解他们的需要 给予更多的支持 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 如果我可以自己来 我就绝对不求人 罹患急助列的罗小姐 回想国小时曾遭到不友善的对待 忍不住哽咽 急助列患者由于急助骨 先天成型不全 不仅行动不便 无法自主大小便 更容易并发多重疾病 为了帮助这群生命斗士 获得更多医疗资源 在新北市社会局的媒合下 新北市爱心会 率先捐赠50万元 同时新北市永福私职会 新北市成功私职会 以及上将食品公司 也各捐赠10万元 希望能够透过大家的爱心捐款 能够帮助我们急助列守护协会 能够更宣扬他们急助列的需要 尤其是早期介入 早期治疗 更可以减缓他们后续的一些 相关的疾病 新北市爱心会 本来就是把我们每一份善款 用在最急难的朋友身上 那经过社会局张局长的介绍 我想我们更应该帮助 这个不被人知的这个区块 不被人知的这个辛苦的朋友 急助列的这个家庭 长期协助急助列患者的 新北市医员蔡叶伟 呼吁中央因尽速修法 把急助列纳入罕见疾病中 让他们也能获得国家补助 希望我们的卫福部能够关心 我们全国的急助列的这样的一个病犯 那这边也要恳请我们立法院的 租会立法委员能够来协助他们修法 把这个急助列列为罕见疾病 新闻局长张其强也到场关心 并表示会积极协助拍摄公益短片 让社会大众了解病患的心酸故事 进而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捷运机场线增设A2A站 从民国92年地方人士就开始推动 连新北市捷运局也认为有增战的必要 但新北市有部分议员质疑增战的效益 为此十一元李翁月娥特别举办说明会 邀请乡亲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等了20年虽然机场捷运通车了 但正从西区民众期盼增设的A2A站 却还没有下文 其实增设A2A站 从民国92年地方人士就开始推动 连新北市捷运局也认为有增战的必要性 无奈近期在议会总职群时 有部分议员质疑增战效益 因此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特别举办说明会 邀请乡亲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这个A2A站的暂停在92年就会认识 包括我们库庄庄 我们陈信金议长李前龙市长 都有举人一起来政策 那么当然今年 今年总职群有部分 百区的议员因为说 有需要做这个 那么当然网路就有很多朋友说 要站出来要站出来 我认为说其实 在三重机场捷运线A2站 到新装A3站有3.6公里 所以这A2A站 刚好设在这五个学校的中心 我感觉一定会做 一般市区站的距离 大多在0.8到1.2公里之间 但三重A2站与新装A3站 却相距3.6公里 明显违背机场捷运 兼具市区输运的功能性 目前新北市捷运局 以完成可行性研究 及综合规划报告书 只要明年通过交通部的审核 五年内就可以完成暂体增设 增设A2A站约需18亿元 工程费将全由中央买单 为了让这次的计划顺利通过 附近里面除了坚定支持外 也帮捷运局加油打气 希望A2A站能早日完成 以带动地方的发展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新北市卢州区成功广场 是地方办理大型活动的重要场地 但广场内大型话台灵力 不但影响活动空间也阻碍动线 游戏区更是碰撞意外频传 市议员李建平接获民众陈勤 办理会堪 希望区公所尽速拆除花台 保障民众的安全 卢州区成功广场 大型花台灵力 不但影响活动空间 也阻碍动线 尤其在游戏区 小朋友碰撞意外更是经常上演 突兀的设计 严重威胁民众安全 市议员李建平接获民众陈勤 办理会堪 希望拆除挡道的花台 让成功广场恢复原有的功能 我们对广场的一个想象 都应该都是很开阔的 可是我们的成功广场非常的特别 在这个广场上面 有五大型的花台 那这个花台就变成 这个广场上一个非常大的障碍物 让我们在广场的使用上不变 那特别是我们的后方区的 这两大座的这个花台 它刚好连接了两个邮聚的一个区域 那孩子在这个动线里面 其实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冲撞或者是撞伤 那家长其实反应非常的多次 菜掉以后将来的话 以后来办活动的话 比较没有障碍物 而且那个后面后花台的话 拆掉以后 可以做那个荡秋千 给小朋友来玩乐 很棒很好的事 当初成功广场会设立花台 主要是为了提高绿覆盖率 营造绿亚男的景象 没想到进程的危险的障碍物 为了考量民众安全 如做驱空左经浅客 接受议员的建议 将于一个月内进行改善 当初设置这个花台 主要是为了这个绿美化 绿富的一个问题 那这一部分 提出这个动线一役的部分 那我们驱空所 经过今天的会刊 也认为它是会 影响到一些动线的一个考量 那这一部分我们驱空所 会在这个一个月内内 来进行改善 除了花台外 广场游戏区也设置为数不少的小型路灯 同样影响动线 李建民也要求驱空所一并改善 让孩童的游乐安全更有保障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导 欧贝克无装共享自行车 四月来台至今 围停占用停车格等乱象评传 引发不少争议 台北市议员陈建民更踢爆 欧贝克的车体检验来自中国 产品责任险 也是向中国的保险公司投保 万一民众骑程发生意外 恐怕求常无门 欧贝克来台后 乱象层出不穷 不是占用停车格 就是违规停车 引发许多争议 现在又爆出欧贝克车体的检验报告 竟然是来自中国 产品责任险 也是向中国的投保公司投保 万一民众骑车发生意外 恐怕会求常无门 它的保险 产品的保险 竟然是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在台湾没有保险 那产生的争议 难道要我们的台北市民 或者台湾人民 去跟中国大陆球场吗 目前U-bike车辆 都有经过台湾CNS检验 车体还配备变速和前后灯设计 安全比较有保障 反观O-bike的检验报告 不只来自中国 报告书也没附照片 文件还标明是电动自行车 议员甚至怀疑 检验对象根本不是O-bike 这个检验合格证明 我们也非常的怀疑 因为上面也没有照片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是这部脚踏车还是另外的电动自行车 因为它上面所标示的是电动自行车 那这个是电动自行车吗 目前交通局已经在研尼共享车辆的自制条例 那未来会在这个自制条例里面去做一个相关的规范 包括消费者的一个权益 那以及厂商所要缴交的相关保证金 以及所谓的使用费等等 虽然O-bike狂打共享口号 但明代批评它实际上就是一家租车公司 把公共资源作为盈利空间 呼吁市府应该拿出积极作为 而不是放任乱象蔓延 否则民众只会越来越反弹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广告回来告诉您 台北市政府大力推动银法奉餐政策 市邻区胡东里除了邀请长辈一起用餐 还安排健康讲座和简单体式能 让长辈们不只出门吃饭 还能学习新知识活动筋骨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新北市石定区千岛湖有壮阔的湖光山景 是游客热门打卡景点 而在众多小岛中又与鳄鱼岛深受登山客喜爱 不过当地山路并不好走 能看到的景点也有限 因此市议员陈永福积齐争取现实步道 目前第一期工程已经开始施工 沿着石定竹坑产业道路上山 来到制高点 一望无际的湖光美景让人心旷神疑 这里是石定翡翠水库保护区 除了大家熟知的千岛湖 眼前这座以鳄鱼造型出名的鳄鱼岛 更是登山客口耳相传的必游景点 只是这里的山路都是沙土和小碎石 下雨过后不易行走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正着手设置部站道 登山爱好者有一天的行程 可以刚好走完 从竹坑到鳄鱼岛 再到鳄鱼岛到八卦茶园 这样一串联起来 游客会将整个水库的景点进收原地 新北市议员陈永福争取规划部站道 希望串联水库周边景点 目前第一期工程是由竹坑到鳄鱼岛 全长约一公里 第二期会从鳄鱼岛连接到潭腰土地公庙 路程有2.4公里 最后再从潭腰到八卦茶园 长度也有一公里 把三个景点连接起来 让游客可以规划一天的登山行程 这样一路走下来 真的是心旷生意 那对于这个都市的同仁 都市的一些老百姓来到这边走一走 那回去对于这个事业的事业和家庭 有很大的帮助 当地自从规划水库成了水源保护区 农民的耕作范围受到限缩 生计也大受影响 沈永福希望规划步道串联景点 除了让游客有舒适的想景路线 更期盼能为实定区带来人潮 活弱地方经济 台坡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 说到要学英文 很多人直接联想到 就是背单字学文法 对台湾学生来说 学英文往往是为了应付考试 为了鼓励孩子开口说英文 有一群来自海外的华裔青年 来到新北市实定区 把国外的教学设计带进校园 让小朋友在游戏中自然学会说英文 跟着台上老师附送 实定和苹果小的学生 边学英语单字 还不忘写在练习本上 透过分组竞赛的游戏中学习 走进了一间教室 孩子们拿起画笔 复习刚学过的英语颜色单字 还设计自己的专属背包 学英文不用刻意记 反倒让小朋友更有兴趣 蛮好玩的 就好像因为他们都是 从美国回来的嘛 然后我以后想要去接来的游学 所以就可能就比较熟悉一下 就问他们问题 看他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昨天教他们的东西 所以就是用这个机会来 刚好就像帮他们练习 但是也能让他们好玩的 是自己设计背包 已经连续举办第五年的 华裔青年英语营 邀集来自美国 加拿大等地的华裔青年 来到实定区 帮当地的和平 实定和永定国小 66位学生 设计教学内容 结合室内的课堂活动 和户外的体育竞赛 把国外的教学模式带进台湾 让孩子们不用出国 也能有留学的学习环境 孩子就可以不用花钱去游学 就可以有游学的效果 这是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 活动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希望能够 他们把他们从小 这样子上课的情形 带到 copy到我们学校来 能够让孩子能够 很自然地来学习英文 让从小在国外长大的 华裔青年 回到台湾 感受家乡文化 也希望透过交流 让偏乡的孩子 有更多英语学习资源 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台北市政府大力推动 引法共产政策 不少社区已经陆续策立据点 像是士林区的湖东里 除了邀请长辈一起来用餐外 还会先安排健康讲座 和简单体势能 让长辈们不只出门吃饭 还能学习新知识 活动筋骨 捏捏指头 活络手部血液循环 长辈们跟着老师的引导 开始全身暖身操 即便只是坐在椅子上 也能用拍打四肢的方式来暖身 士林湖东里引法共餐据点 上入第二周 长辈们坐无虚席 本来我还很自豪的是 我们的社区的老人比 一直是低于我们的士林区的比例 跟台北市的比例 可是在这一两年内的话 我们的比例已经是串高了 尤其在去年的比 我们已经达到18%了 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老人的话 能够是走出我们的家中 来与社区一起来做共学 早上课程结束 接着大伙排队准备吃午餐 各式营养蔬菜 特制肉排 长辈们吃得津津有味 重点是还能跟街坊邻居一起聊天 联络彼此情感 湖东社区食堂 不只是单纯找扰人家来吃饭的地方 里长郭淑林还希望借由共学理念 让长辈们可以学习新知识 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 落实在地安养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长期协助唐氏症患者训练 就业的唐氏症基金会 透过自行设立了小型作业所 已经帮助数万名唐宝宝找到工作 用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 艺人失忆男还特别帮基金会 拍摄宣传广告 号召社会大众支持唐宝宝 就业力培训计划 唐氏症基金会董事长林郑霞 与艺人失忆男共同捐出零钱 呼吁社会大众也能伸出爱的双手 用实际行动支持 谭宝宝的就业力培训计划 成立小时候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 让这些高中高纯的生长 孩子毕业之后 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这个地方不止他可以学习 自我照顾 唐氏症患者只要受过训练 一样能用自己的双手致力更生 长期协助谭宝宝训练就业的唐氏基金会 透过开设手工罩小型就业工坊 这间已帮助数万名谭宝宝进入职场 肯定自我价值 世界上有两样事情是不能等的 一个是形象 一个就是形象 那我在今年初我失去了我的妈妈 那其实我后来 我决定把妈妈对我的这份爱 积极的再把它对我的爱 再传递给社会的一个角落 由唐氏症基金会设立的小型作业所 每年生产的手工罩数量高达七万四千多个 透过包装设计 以成功推广为年节正礼与婚礼小物 挨注基金会的各项服务经费 也期望社会大众 不论是爱心捐款或认购手工罩 支持这些青年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接近大学录取放榜 又是青春学子追梦的时节 根据家福基金会资料显示 有四分之一的弱势学生 觉得现有环境和能力 只能允许自己读到高中 就算继续升学 优先考量的往往也不是个人优势 或有兴趣的科系 为了帮助弱势孩子安心求学 家福基金会呼吁各界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借由教育翻转清平 画作上年轻女孩边流泪 另一只手依然奋力指向远方 她是高中生小军 由爷爷奶奶带大 由于家贫 爷爷每一天给她五十块钱生活费 她都省吃俭用存起来 热爱艺术创作的她 艰辛而努力地追梦 设计或漫画或插画 与其在那边悲观叹息 不如就是往前走 你田在那边还是田在那边 别人都已经走到前面 你还是田在那边 帮助都给他钱 一点点收费 还有吃的东西 像米 油 观念都会好 不过刚上大学的小新 就没办法跟小军一样 往梦想前进 为了节省开销跟照顾爸爸 只能放弃到外县市 念国立大学的机会 像这样若是家庭的学生 不管是升学或就业 多半优先考量生计 很多人却也因此缺乏 未来的竞争力 担心或者是家长 有一方是生病的 或者是隔代教养 那我们很多孩子 是要被迫提早成熟 成为小大人 他要照顾病人 要分担家计 那家务等等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高中子的孩子 有一半以上 孩子在准备功课 一天不到一小时 根据资料库显示 28.5%的弱势学生 觉得现有的环境跟能力 只能够允许自己读到高中 有六成七的学生 由于经济因素 升学管道被限制 帮助弱势家庭 家府基金会呼吁民众 能够以长期小额捐款的方式 支持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 让他们能有机会 安心成长 自立自强 记者顾参永 采望报道 欢迎回来凯博大台北书会新闻 您知道生鲜情肉也有身份证吗 为了提升国内生鲜情肉的品质 农委会从8月1号起 全面推动国产生鲜情肉溯源制度 未来消费者可以利用手机扫描包装上的QR Code 就可以得知肉品来源 安心选购 毛色亮丽的鸡汁关在鸡笼里面 四主正忙着准备饲料 而这些鸡汁为了要在市面上贩售 都必须要有屠宰卫生检查合格标志 才能让民众安心 广大的消费者 都可以来品尝我们这个优质的台湾土鸡 然后让这个消费量可以来越来越多 让这个价格越来越高 只要开启手机 扫描在生鲜市场 量饭店 以及超级市场生鲜柜上贩售的机制包装QR Code 就等于看到禽肉的身份证 记载家禽租债场来源 名称日期等资讯 帮消费者多一道把关程序 它的一个覆盖率能够达到九成五上 像我们的鸡蛋就已经现在 就它的覆盖率可以达到九成五 所以我们QR Code 我们最后是希望它是属于高普及率的一种计划 8月1号起 农委会训目处全面推动 国产生鲜禽肉溯源制度 未来消费者一定要认清合格标志 才能够购买 农委会也将在8月5号 12号 26号 以及9月9号 分别在北中南东举办推广活动 欢迎民众 农业参与 开播大特别书 新闻草德华 采访报导 随着新北市淡海轻轨即将完工 知名建商看好淡水区的未来发展 从八年前就积极进行造证计划 成功打响名声 社区大楼一栋接着一栋开 不少民众也慕名而来 喜欢的是除了当地的度假风情外 更重要的是 不用花淡黄区的购物金额 却可以享受亿万豪宅水准的建设 接待人员亲切地开启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三房两厅 格局方正 动线流畅的住宅空间 若是位于一楼的房型 还有十分隐秘的小型阳台 仔细聆听 还能享受到丛鸣鸟叫 室内除了摆设典雅的客厅 宽敞舒适的房间 还有干湿分离的浴室 走出户外 社区里美观宜人的公社造景 让人仿佛有置身于亿万豪宅的感觉 这么美丽宜居的环境 就坐落在台北市近郊淡水的知名建案 我们现在目前在淡水重化区 它腹地很大 但是大部分的建案都是在2000坪以内的 那其实像说我们台北湾系列都是8000坪 真是造正的计划 其实像说像我们的基地 除了我们 你在台北是绝对看不到这样子的规划 那其实像说我们公社比可以跟人家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真是更低 但是我们的中庭绿地 还有不然的缺人设施 都跟一般的外面的建案相比的话 是差非常多的 国内知名建商看好淡水未来的发展 从8年前就开始投入造正计划 推出的台北湾系列 一卖就卖了8年 每一期都供不应求 许多住户看中淡水的地灵人节和独特风景 来到这里 仿佛就来到度假村一样 许多住户赏屋之后 除了立刻下定之外 还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当邻居 你在台北或哪里 虽然是说很方便 可是它的环境来讲空气 还有各方面都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对这个地方坦白讲 我是还没有真正进来住 可是我每一次来 我彼此喜欢 回到家有饭店的感觉 那有四五千坪的一个大中庭 那回到家感觉是放松的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淡水 它的交通建设慢慢成型的情况之下 那其实就是说 我们属于台北市外环第一圈 那目前北投房价 其实跟淡水 其实差的非常多 那其实你只要愿意说 多花十分钟 做捷印做个四站 五站 到我们淡水 其实你可以享受到更好 更新品质更高的一个产品 除了舒适的房子 公社庭院也别有一番风情 每一期的主题色系都不一样 加上拥有池及特殊的大型造景 让这里的住户都能够感觉到 满满的度假风情 而更重要的是 明年即将完工的淡海轻轨 距离建案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未来发展前景无可限量 目前台北湾的新市政计划 正加速进行 六期建设已接近完工 七期也正在筹备中 不用花淡黄区的购物金额 却可以享受到亿万豪宅水准的建设 就等消费者慢慢品味 凯博大台北数学新闻 曹德华 采访报道 气象局表示 今明两天各地天气持续炎热 高温可达35度 中午前后紫外线 也容易达到过量及危险级 民众应做好防晒 午后则要留意雷振宇的发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凯博大台北数学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